在台上跟民眾一起嗨 台北市長柯文哲體力沒有極限 因為這時已經凌晨三點多 台下觀眾情緒來到最高點 但活動地點大家和平公園 雖然還算寬廣 卻有住戶反應 被吵到不能入睡 我們重回28號晚間 舉辦的電影派對的現場 大家和平公園 可以看到在其中一側 是濱江街 上面有一些汽車修理廠 但是在修理廠的後方 還是有些零星的住戶 而在另外一側的話 雖然隔著一條基隆河 但是基隆河的對岸 就是大直住宅區 還是有部分的住戶 可能會聽到一些聲響 因此台北市政府 當天晚上就接到了 44件噪音投訴 住戶投訴環保局 只好出動機查 看看和平公園周邊 雖然距離民宅 都有一段距離 但從最近的大家裡 到附近的新莊裡 建坦裡還是有零星住戶 當天凌晨12點 測得現場音量達到84分貝 遠遠超出大家和平公園 地區的音量上限62分貝 開出勸導單 要求立即改善 凌晨2點多 再度前往檢測 還是高達82分貝 立即開出3萬元罰單 80多 80多耶 對 超標題 超太多了 半夜出勤 不過北市府大家長柯文哲 仍也在現場 讓議員忍不住質疑 所以你該不該道歉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有依法開罰的 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在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會吵到老百姓 一個萬華的青山王公祭 該罰就罰 畢竟活動已經告一段落 只能檢討 柯文哲積積極參與活動 如何在居民權益間 取得平衡恐怕進退兩難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